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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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干什么的 你们先走 我顶着 追 追 外面都是巡逻兵 怎么办啊 我们出不去了 兄弟 借你东西一用 什么东西啊 太子手刃了一名刺客 救出美人 名正言顺 你把夏儿带去哪儿 你怎么在这儿 太子 原来那个车不是你啊 你这偷偷地要带夏儿出宫 你失败了 你就要杀人灭口啊是不是 那又怎样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我告诉你啊 你快点把夏儿放了 要不然我就跟你拼命 小平子 快点 看吧你 没东西都把你吓成这样 我功夫很厉害的啊 你属下就是我杀的 这支门口的建卫军 都是我引来的啊 少废话 好 翻得不错呀 你到底是学医的 还是变戏法的呀 累吗 像吗 我告诉你啊 你把它放了 我可以交给你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太子 太子 没必要杀我吧 小宝败蛋 我来也是为了办夏 我 我喜欢她 我不想让她成为军上的女人 这小子说得倒有几个道理 这小子说得倒有几个道理 好功夫啊 把她也有信用 高兴 可以 也不想到她儿子 好 我下来 太子 我下来 太子 太太看得起我啊 那个 你不想一样 找个机会啊 咱先把他送出宫 然后呢 再找个机会 我给您制着汗酒 喝尽了半天 一个人影都没有啊 想遇到的时候 一个人影都没有 太子 注意身份 别光想着吃豆腐啊 谁想着吃豆腐了 我们现在出去 把情况跟巡逻士兵说一下 按说这个时候 太子该出来了 怎么还没出来啊 难道遇到危险了 太子妃 夫君是不是进宫了 太子妃 这 这个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相信我 这个时候 只有我的车架可以进宫 太子体内还有残毒 你是想看着他死吗 这 快进去 不是 和你对夏儿同屋不轨 你干什么 有刺客 我告诉你啊 刀剑不长眼睛 最好快点 够东西 他是刺客 刚才宋水的军爷 都是他杀的 我是太子 他是刺客 刚才几个兄弟 都是他杀的 抓住他 你这太子 我还是你爷爷的 兄弟们给我杀了他 人果斗 你也走了 有刺客 快抓刺客 夫君 马车在那边 快跟我走 快走 快走啊 一会儿来不及了 北门校尉是我爹的学生 他答应帮我 那你怎么认住我的 一张床上睡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可能会因为一点墨水 就认不出你 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都知道了 我不想知道 如果我们夫妻俩 还需要互相猜忌 还不如一封修书 你说呢 这次多谢夫人啊 都老夫老妻了 还用得着这么见外吗 还是夫人好 来 喝点吧 谢夫人 我来 父女 喝了这人参汤 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吴义是不是说过了吗 只是一点小毒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今天行动失败 责任在我 想要半岛里毒活 看来还得想别的办法 太子 那狗宝太不是东西了 他假扮太监 还坏了咱们的大事 您让我带几个人过去 把他给你 你觉得他进宫 是李毒活安排的吗 那太子的意思是 如果他纯粹是因为 喜欢半夏而进宫 那根本不足为据 相反可以帮到我们 稳住半夏 如果另有隐情 再杀他也不值 诺 您看 堂堂正王宫有三万镜尾铁角 昨天晚上 让一伙刺客如入无人之境 成何体统 还好发现得早 有个小太监挺身而出 花贤为夷 如果这个事情再发生的话 寡人的人头 岂不是成了那些乱贼的囊中之物了 良儿 这火刺客的底细 你查出来没有 回父王 从所用的武器上看 应该是九龙跟部落的余岛 你帮寡人写封信 叫蔡冲将军 立即派军劫灭那些余大 诺 君上微臣有纵 讲 君上 依微臣之见 眼下要推举一位德才兼备 忠心耿耿的将军 掌管禁卫军是当务之急 吴司徒说得对 看来 那个西门恩和党身 都是九囊犯贷 文虎之手 以后再选京卫军统领的话 寡人要亲自把关 若众爱卿有什么好人选 可以提议的话 尽管提出来吧 军上 军上 微臣有重要之事必须秉奏 说吧 东南村落大汉 庄稼减产十九 恶嫖便衣 有的甚至一子而食 微臣建议开仓赠粮 救济东南村落之机民 军上 北江珠镇常年战乱 饮休养生息 恳请军上 减免北江珠镇 减免北江三年税赴 现在寡人究情的安全都保不住 哪有时间理那些平民啊 再说 那些人命 贱如蝼蚁 生如杂草一样 死几个人 马上生出几个赖 不用多说了 你们以后 都不得再提这个事 军上 谁能在舟亦能覆舟 微臣宁可直言死于箭 也决不谄媚图荣华 放肆 既然你那么稳逆 那寡人成全你 既然你那么稳逆 你们还有谁有事要鸣的 错杀中粮 鱼肉外星 真是千古暴君 对对对对 要下暴雨了 要下暴雨了 天气好闷哪 天气好闷哪 太子 要下暴雨了 好 刚才都看见了吧 跟我父王作对 就是这种下场 其他人也好自为之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同仇敌忾 一致对外 一家人 越来越像姬姨了 我不会让他活太久的 可以 用这个下手 姬姨肯定来不及防备 好 趁近卫军统领尚未落实 但是我们明天就行动 你在宫里多待一天 就多一天危险 我不愿意再等了 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师父已经搞定了老头 只要你弟弟一出来 什么都好办 老头啊 不是我骗你啊 你这面不发黑 再不这就来不及了 那 葛护士 我 我这病 还能治吗 谁是不能治啊 你这已经饿鬼缠身 治不好治不了了 不是不能治 爹 你说什么 我的开天眼 争我羊手 爹 你这羊手本来 哎呦 救人嘛 这位大哥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爹他年纪大了 脑子不好使 他说话你千万别信啊 爹爹爹 咱马赶紧回来 救人呢 葛护士 葛神仙呢 葛神仙 求求你了 救救我 救救我啊 这 只要您 您可为我驱鬼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葛护士救救我 哎呦 这 真的是让你做什么 你都肯做啊 哦 是 啊 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起来吧 起来吧 啊 多谢 多谢 这个 做这个法呢 必须要找一个 命格至阴之人 啊 呃 这个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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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 就他 他可是 君上典名的秦藩啊 那算了 再见 我家 别别别 你们要接多久啊 一个时辰即可啊 你明天派人把他送到我家 做完法术 再把他掀回来不就得了吗 就是啊 快做决定 好 好 那就这样定了啊 明天见啊 明天见 饭 饭 你给我饭 我饿啊 走 饭 饭 我饿啊 给我饭啊 来 看来义父的巫术 是蛊惑傻子的利器 西门已经召起了心腹 我们在杀姬义的同时 西门就会带兵起义 拥护你弟弟等机 我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了 夏儿 我也是 我希望名正言顺 封封封光光地娶你 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 你是我李毒活的夫人 你们看看党身 这就是跟我抢饭丸的下场 你们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是禁卫军的精英 也是我西门恩的生死弟兄 大哥 大哥 你对我们恩仲如山 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对啊 兄弟们都义无法顾 好 明天我会带你们干一场大事 成了咱们一起扬名立万 拜年咱们一起五马分尸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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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有福同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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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 那就是 正在吹牛呢 我跟你说啊 我以一敌三 真是来了一个黑虎掏心 然后我又来了一个白鹤亮翅 最后我来了一个猴子偷桃 你干吗呢 你们干吗呢 干活去 你跟我走 公公 对不起 我忘了你没桃 少来这一套 去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不是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进去 太子啊 您大人不计小人磨啊 财家肚里有口磨啊 别吵了 谁说要杀你啊 不杀我啊 按理说我应该把你千刀万剐的 还从来没有人这么阴过我 不过看你有点机灵劲儿 你不认识我啊 你不认识我啊 我留着你还有用 太子英明 太子英明 不是 我昨天晚上啊 没想真的害你 我怕死啊 我是假太监 你说我把你他妈查起来我 我跟你两个选择啊 一 指认李独活 就说他狼子野心 胁迫你假扮太监 帮助他完成弑君的计划 你们俩水火不容 他倒霉你也应该高兴吧 李独活确实罪该万死啊 这是 那我还是听第二个选择吧 好 第二个选择 现在你就自攻 不然我就揭发到少府 你知道假扮太监是要鞭刑致死的 我不推荐你选择第二条 您这也太难选择了吧 那我给你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确实希望李独活倒霉 不过这诬陷人的事 这犹如江湖名上啊 那我也算是想当的人物 算了 死就死吧 没有李独活 你怎么进得了宫啊 怎么当得了太监 我答应过别人不能说 这君子一言四马 我可以追得上 那你还是实物 要说半句假话 我现在就让你变成真太监 站起来说话 说过说啊 但我不能提名字 我呢 是先找了一个傻婆娘 扮演我媳妇儿 知道吗 然后呢 你说的都是真的 绝无半点虚言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会合了 准备进攻造反了 架上他们手中的士兵 共计两千铁骑 两千 这等同于兵变啊 我爹爹也知道这件事吗 如果我爹爹真的参与了 这就是不忠啊 我马上去找太子 现在就剩这些人了 其他人 都称有兵在家 不来了 这帮孙子 我还真以为 他们对我忠心耿耿呢 出了事 一个个像缩头乌龟 我还真看错了他们了 现在我们在宫里 所能调动的兵马不到四百 大哥 还照计划行事吗 宫里都准备就绪了 这该怎么办呢 你们这帮小混蛋 怎么可以让太医令亲自掌勺呢 他每天跑来配药已经够辛苦了 这 好了 别怪他们了 今天我想亲自在父王面前露一首 紫苏叶 浅湖 防风 板蓝根 麦冬 苦桥茶 齐活 李太医令得孝心真是感动天地呀 君上每每吃到您的药膳鲫鱼汤 都赞不绝口 这是我最后一次吃鲫鱼汤了 如果让君上吃了就可以痊愈 真是鲜美无比呀 我亲自给君上送过去 正好可以陪他聊聊天 君上待会会去后花园 好 好 报告西门将军 大事不好了 有两个建卫军一军逃口积粮了 什么 这两个叛徒居然去了太子府 那太子呢 这事我已经打听过了 太子一大早就已经和党神进宫了 那我们还有机会呀 你进宫和李太医令说 让他终止行动 诺 傻大个儿 你一个人进宫不怕吗 不怕 杜忠愿以服从将军的命令 一切听从将军安排 我娘说的 去吧 诺 你带领他们去太子府 把那两个叛徒我杀了 让他们来个死无对证 诺 跟我走 好 司徒大人 没问题吧 天机不可泄露 什么时候也给我变一个大美人出来啊 请请请 那故事就是这样的 我是为了半夏进宫的 我是怕那老色狼 君上啊 我是怕君上把半夏给那什么了 我是真喜欢半夏 这一点我狗本绝对可以抛头颅撒热去 是 这小子 像这小子干的事啊 行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既然你进了宫 就要好好保护半夏 那您不打算揭发我了 太子 您这是以德报怨啊 您 您这是这个 我的楷模呀 您是我的偶像啊 太子 拿着 太子赏你的 还有赏分啊 好 好 纸 牛奶 尔方 算了 真是乱伦呐 算了 说不到一块儿去 昨天要不是我救你出来 你早被伎俩关进小黑屋了 说不定连铭剑 谢谢你啊 说谢谢就完了 没诚意了 那怎么样 那看你表现 打你 完顾美人 你这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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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劳公公了 这张公公原来是脊梁的人哪 是啊 像他这种太监 谁要给钱 他就帮谁的忙 也不多问一句 也不多说一句 所以他才能活下来 又操守 这跟我对路啊 行了 你快去吧 我要换衣服了 你要去色诱那个老色鬼啊 那换衣服这事 就让小狗子伺候啊 来 你来 你看看 你过来 等等等等等 我还有事 那个紫苏娘娘等我给她换衣服呢 还不快走 那没事就动手呢你 没事就动手呢你 一天都没看到你人影 你跑哪儿去了 你还想不想伺候本宫了 想啊 要洗澡是吧 我给您打水去 洗什么澡啊 就知道洗澡了 走 跟本宫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这两个将军就在大厅里 太子 这姓李的真是活腻了 还想兵变 有了他们俩的证供 我有十八种办法让他死 为臣拜见太子 二位行急 师姐 我都听说了 待我剿灭乱贼之后 给你们记头功 谢太子 快死我了 啊 快06 击 bij 不 喜 喜 傅 傅君 都杀到我府上来了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你 立太医令 干什么 立太医令 救命啊 立太医令 干什么 李太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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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进来 救命啊 李太医令 李太医令 你是 我 我是纪魏军 纪魏军兵器不能独重啊 西门将军找我来找您的 出什么事呢 西门将军说 让您终止行动 为什么 我 我哪知道 西门人呢 他去太子府杀叛徒 你能不能帮我引开他们 引开 什么意思 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这个意思 你早说嘛 我知道 快去吧 吸引他们注意力 我去了 你们来打我 来 来 回了 你赶紧通知本乡 小弟 说了不打脸 你们就打脸的 抓住他 押动 主人 父王 毒火 你怎么来了 君上 这是药膳鱼 是李太医令亲自给您熬好 刚刚送过来的 毒火 你有心啊 毒火 李儿终于要为你报仇了 毒火 怎么了 好像不大舒服的样子 我可能是累了 累了就回去休息嘛 你先去相府等着 等会儿我有事情跟你商量 我没事 让毒火多陪陪父王 没有关系啊 这种什么把戏啊 没什么好看的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父王 毒火告辞 吓死我了 这是该死的阴孙 小狗子 帮本宫把它射下来 不是 我也没弓箭啊 再说我也不会射啊 你可以捡地上的小石子啊 把它积晕了就行了 你说的个真的是 你功夫这么好 那就是连几个刺客 都能徒手干掉 就别说拿几个小石子 把它积晕了 你可以的 我手朝 积不下来 你可别怨我啊 放心 小狗子 你简直太棒了 我得好好想想 该省你点什么好呢 雕成小技 合足挂齿嘛 赶快帮本宫把这只该死 死的阴孙 给我捡回来 宝爷这一手你们行吗 你是怎么做到的 教教我们吧 我答应了师父 神功不能外传 不过 跟你们仨一阵龙 也不是不能教啊 这只不过这个 宝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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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好意思呢你们 黑山河狩炼 那我就教你们吧 想练神功呢 必须得先在指力 这指力啊 就得先在童子尿当中 每天泡一个时辰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就可以练功了 行了 行了 小狗子 咱们起驾回宫 第一 进去 吴司徒 你说的那个准备什么变魔术 就是这个大木箱啊 警察 少安无躁 文章全凭其手 好戏永远的后头